3月23日週二 卑詩省衛生官員邦尼亨利醫生放寬了目前的衛生禁令 允許戶外宗教集會 但戶外服務組織者仍需制定中共病毒安全計劃 確保每個參與者都遵守規則 但在教堂內仍然不允許舉行禮拜儀式 在疫情期間 對於在教堂內的面對面服務的禁令一直是最具爭議的問題之一 卑詩省的幾座教堂都違反了這些規定 並被處以罰款 有些甚至將省府告上了法庭 蘭里河畔的Colvary-Shampell小教堂 亞伯斯福的Emmanuel Covenant Reform的教堂 和齊里瓦克的Free Reform的教堂 幾週前在卑詩省最高法院拜訴 卑詩省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克里斯托弗·辛克森認為 亨利的命令確實侵犯了宗教權力 但這種侵犯是合理的 代表教堂的律師表示 禁止宗教集會 但允許酒吧和商店繼續開放 這相當於對宗教的歧視 我要一張走的家庭 我想要一張走的家庭就好了 我們要走的家庭 在馬上上也遺ames 沒有關鍵 不過О就坐的家庭